北美文院施朗誦 热爱母亲的声音 献给祖国母亲70周年生日 作者郭骏 翻开华为手机 顺着北斗指引的方向 定格在日月交汇的天地中央 中国正以载心的姿态 宁航 开放包容和平崛起 一带一路正朝起昂阳 高铁穿过微微昆轮 巨轮划破浩浩大洋 横跨祖国东西南北 满载无数心灰几航 披荆斩棘 棱角分明的模样 细腻呵护着世界浮波柔浪 再生硕壮健美的骨骼 定制高标准的飘逸迷伤 映射五千年文化传承的时光 照亮烟黄十足 风润明亮的脸庞 宅着诗人的悲愤洒脱和豪放 攀发出宛约和谐与激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道天下 史记黄黄 筑起新时代文化的广袄边疆 展开历史的画廊 拂去岁月的尘埃 我们依稀看到浩瀚沙漠 曾被长长的驼队运探 我们依旧听到 异乡人对丝绸之路的赞美颂扬 多少以示记忆 往事依然照耀着古历史的辉煌 水墨的色彩异象飞扬 点染着四季青花柳畅 一粒不倒的青铜脊梁 通骨达金 绵绵情长 性格敦厚的人民心地善良 经历过风雨坎坷 战乱饥荒 执念过诗意的年代 家国沧桑 但一身硬气 从不改嫌异章 今天 祖国巨轮迎风踏浪 呼啸万里海江 祖国航标点燃红色光芒 指引着典雅的中华文明 滑下泱泱 带给了龙的传人 创新变革的希望 祖国母亲 我要用一生的情感 与你相伴 慢慢的品味 岁月悠悠的沉香 我要大声地告诉远方 用我们的爱 把祝福送到您的身旁 今夜 波光荡漾 夜曲悠扬 用我们的歌声 赞点民族极娘 用我们的诗句 尊重地把母亲点藏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热爱母亲的声音 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激荡 祖国万岁 祖国万岁 祖国你好生日快乐 祝福福祖国 白涌昌盛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